香港家书 Peter 學兄 近方好嗎 香港人口老齡化 晚期病人只會越來越多 對舒緩治療的需求 與日俱增 對此 我希望 政府加強基層醫療的舒緩治療服務 並制定長遠醫療政策 例如 增加培訓 舒緩專科醫護人員 加強公眾教育及推廣 與社福機構協助等等 例如 增加外展舒緩醫護團隊 安排外展護士到病人家中 為病人和照顧者 提供醫療和心理支援 照顧身心需要 另外 政府亦可以安排 醫護團隊專責導院社 和長者日間中心 向長者講解舒緩治療 和相關支援服務 幫長者掌握服務資訊 目前 政府在不同地區 開辦地區康建中心 我建議在這些中心 增加舒緩治療的服務 讓地區康建中心更能發揮作用 此外 政府亦可加強 而開辦社區中醫診所的社福機構協助 透過前線醫護為基層的晚期病人 提供中醫舒緩治療 如此種種 一方面 可疏到公營醫療系統壓力 另一方面 亦可以讓病人和照顧者明白 即使幻想不可逆轉的危险 人生還有其他選擇 尋死不是出路 每段生命都會結束 而死亡和我們的距離 往往可能近在止尺 盼望有一日 我們不需要再為病人和照顧者 因缺乏適切的舒緩服務 而感到唏噓 惡難過 學帝 穆江上 2022年10月8日